我受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先生委托 在这里为大家宣布他的课词 尊敬的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台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英律师 尊敬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参战 肖江华先生 尊敬的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 和家俩博士 新加坡著名资深艺术家林子敬先生 新加坡美术总会梁正康会长 新加坡王武华女事务所律师如其居先生 黄和琴南洋发生活动总部门陈光毅先生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富有冈博士 活动策划总监邓湘云女士 印尼东门中国书画家联盟总会长 阮游川先生 派国泰宗文化人联合会会长吴飞银先生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中国西部方法党助金会 陈启瑶律师长香港中建金艺术馆中建金教授 陈启瑶律师长香港国泰宗文化研究院新加坡美术总会 马来西亚美术总会联合组合 在黄和琴南洋芬中心马三国艺术家联合写生大厂 在新加坡四角艺术中心隆重开拓 我表示热爱的祝贺 由于功夫再生 我不能前往新马两地参加写生 并出席展览开拓时 再次向各位表示歉意 这次活动是一次有主题 有创业有特色的艺术交流活动 在2015年春天 首先在中国的上门甲床的岸边拉开序幕 三国艺术家在一起 既相互接受艺术 也感受中华文化的渊源流程 这次大家又相聚在马六甲海峡 描绘南洋风光 感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社会发展与能文体观 可以说通过这样实体的写生裁风 三国艺术家都增加了对房科型 和南洋芬的现场感觉 体会到不同的文化分清和自然生产 大家的作品保安艺术的形 充满浓郁的色彩 是用清党和友谊书写的当兴新篇章 我相信这样的活动方式 会推动中兴马三国艺术的 不同交流有着特别的意义 正是活动的成功举办和展展的圆满 还能够是在邓湘芬女士的努力推动下 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港国艺术文会的大力支持下 取得着用自己的作品回馈公众 促进中兴马 三国艺术的游艺是我们艺术家李文坚的力量 但是我特别感谢邓嘉宇宙律师 梁省安会长 傅永安会长 感谢四位嘉宾的欢迎 最达兰原版成功 祝各位嘉宾和朋友们 心中万佛 所以我们今天 美术学院议团队 中文美术家 各个季节目 创业 2016年元月31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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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